金刚经理的一切有违法 包括我们起心动念的心 也是有违法 我教我们要做如是观 教我们怎样放下 教我们怎样得亲近心 就能把这首记参透了 那我们在做电影的时候 那是不是如梦幻泡影 但是梦幻泡影是不是没有 不是没有 而是它在有里面 要把它呈显出它的最重要的意义 目的要把它呈显出来 不是执着在那些像上面 那一样的 我们说看一切法如梦幻泡影 你必须先接受这个法 肯定这个法 那进一步去深入这个法 你当然就会慢慢了解到 原来一切法 它其实都是条件 各种条件具足所显现的 当这个条件改变的时候 那个法也跟着改变 那本来有变成没有 就好像我们在梦中 本来有很多情境 那醒过来 什么都没有 那就是梦 梦不是里面没有 而是真理 当你醒过来 你发觉它不是真的 这个就属于梦 那幻就幻化了 幻化也就是说 它不是真正的存在 但是看起来好像存在 幻化的存在 那泡也是一样 很明显有水泡 但是只要风吹 还是太阳晒 以下又不见了 所以这个油也是条件 消失也是条件 条件让它出现 成显 也是条件让它消失 不见 这个就一切法 就一切现象 一切存在 都是同样的道理 那不是要去否定 这些现象 这些存在 而是要你不要去执着 不要抓着不放 因为它不是一个 不变的东西 所以你抓也抓不住 那这样子理解 就叫般若 般若是一方面 接受现象 接受法 二方面去探讨法 把这个法做最有效 完整的成显 不是要你去否定什么 那因为空性就代表 它没有一定的性 所以你就可以用你的智慧 去让它做各种变化 你如果着相了以后 就被那个相给限制了 这个就是 波罗经在讲 也就是整个 智慧自学 它的那一句 最重要的是 寄语 看一切法如梦幻泡影 这个它里面的意思 灰度法师开始说 在一切法相当中 能够把它看成梦幻泡影 如入依如电 你就是在修最高的金刚部落法门 永远保持一个常驻真心 这才是真正修菩萨道 真正在学菩萨行 十方新闻王天人 许建议高雄采访报道 是真正修菩萨道 下转子 都不会能够 看一切 是真正修菩萨道